这个手 我们实际这个圈的意思呢 它不就是越过了吗 我不是给大家讲的 就叫过去 你觉得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它摸着那个球走 这不就是画圈吗 你看我们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 冯老师呢说 这个地方呢 你得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你得过去再回来 他给你讲得很清楚 你看你得这样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你别碰得从这开始 你看 是不是这样的吗 实际上语言上 它是一个东西 但身体表现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过去 你没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在教学中 看到学生 你给他讲了之后 你的道理讲得很轻 但是他身体做不出来 就是他没用夸张的法 你不用 我不用夸张的方法 跟你讲吧 学生听了以后吧 他还这样做 他就是怎么体现不出来 这有个东西 他是围着他过去了 所以这个夸张这个事呢 才是这么来的 这个在洪老师和冯老师身上 第一个突出 第一个突破 就是通过冯老师这么说 我才知道洪老师的动作 他本身每一个动作 他都是个远的 就是真正的过去了 因为他做的天衣无缝 你什么也没看出来 所以对这个洪老师的拳的 仔细的外形上 动作上的理解 就他的理论和动作的结合 是通过一个对照 得到的 但要翻过来说 很可能不一定是 冯老师 要跟任何别的人学了的话 就能通过对照 就能知道 他原来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单一的就说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 你是不知道 就是我跟你说 你看就这个点 就这个点 你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跟你画一张图 上面带着一个格子 你就看见我指在哪了 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林克通 回答了 这是 明白了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不能说对错 我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是有空找到 那个孙老师 我们初步的理解 就是说 这两个人之间 一定有一个人 对有一个人错 初学他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他不一样 他非得有一个对的 一个错的 都不可能两个都对 两个都对 他又不一样 他不能同时存在的 但时间久了 你就知道了 都是读的一本书 都是一个老师讲的 也跟一个老师学的 他最后的理解 就是各个人 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那个 昨天还是前前 在讲课的时候 说了一个东西 为什么洪老师的徒弟们 反映 就说洪老师的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可以说是 老师教权因人而异 也可以翻过来说 因为你每一个学生的素质不一样 所以你对我来说 我是个无力的人 所以我就感觉到洪老师身上 他劲儿特别大 那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洪老师身上 他的特点是很柔很松 没有力 这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就这两方面都有 就是洪老师给你使劲没有 就是你感受到的什么东西 这是两方面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很可能人家老师 从来就是一个东西 是别人把它感受到了 很多不同的东西的 所以你这个感受 为什么不一样 是你自己自身条件不一样 自己的理解不一样 自己的功夫不一样 所以他感受的不一样 在练权上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单一了 不全面了 你很可能错过了什么东西 就是单一的话 就是说 用自己的眼光去看 永远不会用别的眼光了 很可能人家洪老师那东西 是比你的眼光要大 你不调试不同眼光的话 你就把这个事看小了